中西文化繪翠 創作空间自由多元 传统与现代互动 交织出多彩缤纷的艺术景观 无限创意 无限精彩 香港国际文化之多 香港国际文化之多 每年香港都会举办多姿多彩 大大小小的文化艺术节目 到处都展现文化艺术气息 中西文化艺术节目 在香港 参与艺术不分年龄 不分阶层 没有界限 生活就是艺术 中西文化艺术节目 独特的文化艺术环境 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的文化艺术精英 香港中文堂委员的作品 竟达到1832首 这样的数字是令人非常赞叹的 我认为在香港生长 正在地区和西方的距离 我当时是一个艺术家人的最好的事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对于我来说 最重要的一件事香港给到我的就是 香港是给到很大的自由度 自由的创造天地 一定会带来了很优秀的作品 很多艺术节节节节节目的主持人 他们真的很喜欢香港的作品 因为在里面他们看到一种很张扬的个性 但是他又是很明显地有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来到观众 之前他们真的会来到我们 香港实情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每一晚你打开报纸 看很多不同的场地 有很多不同的演出 香港的画剑 这么多年来都是百花齐放的 是不同的导演 用他们不同的手法 不同的意念 来将他们自己想说的东西做出来 自从有教育学院 政府不断的 艺术发展局不断的推动 其实我们一代一代的人才不断涌现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香港最重要的基石 另外一个优势就是他有潜力 是三个部门之间的合作 这三个部门就是政府、文化界和企业界 每一个人能够建立自己很独有的风格 这个风格你不可以在别人身上见得到 或者在别人的作品见得到 你能够做到这种工业风格的话 这种就是新的 在香港的英诗 其实很多都有丰富的地方特色 和中国文化的用途 譬如我可能用英文 选择创作一首关于打麻将的诗 是一个宝贝 能够写在这里 这是我的家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容易接触到 古今宗外的各种艺术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 和体会得到 自己民族的文化的精髓 到底在哪里 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的 一个传统艺术 香港来说粤剧算是其中之一 亦都算是保留得最好的可以为 在保留它里面有发展 不必有唱刊的新的唱刊出现 香港人是很有性格的 而且他喜欢的东西 喜欢漂亮的东西的标准有不同的 香港人做的东西 和荷里活做的东西 或者日本动画师做的东西 是可以比较的 我觉得那些东西其实已经很接近了 在荷里活 香港电影很有特色 香港打出世界的演员 也有很多 很多很厉害的苗子 不知道在沽近下吗 又或者很多不同类型的 一些界别的奖务 都看到香港艺术家出现 其实我们走去国际 我们已经走到很远了 这个优势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做成我 基本上是香港的一点 很多人觉得香港是沙漠 根本不是沙漠 是你自己去做的 生活就是艺术 艺术创作欣赏也离不开人 1 2 3 4 5 6 6 6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的 我把你拉緊 拉緊 我们拉紧了艺术和群众 把艺术从博物馆或者是音乐厅搬到户外 譬如说我们连同青年艺术家 把公园布置成艺术天地 让市民感受全然不同的艺术气息 我们也支持举办户外交响音乐会 让观众在星空下欣赏悠扬悦耳的乐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会继续通过培育艺术家 发展艺术节目 拓展观众 以及推广艺术教育 全面强化我们的文化发展 我们鼓励艺术工作者到内地 台湾及海外交流 香港的大专院校 艺术团体 不时举办课程和讲座 培养观众对艺术的兴趣和鉴赏力 我们也跟本地的艺术团体 在学校和社区 合办一系列的艺术教育活动 让年轻人尽早接触艺术 让艺术植根于社会 文化艺术是推动社会成熟发展 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 西九文化区发展计划 正是以人为本 为香港的文化艺术 注入新的动力 这个占地40公顷 把艺术文化 以及娱乐休闲设施 给予一生的计划 是文化和民生的结合 落成以后 这里到时会有一个开放的空间 一个有机的艺术区域 你和我都可以随时走入 这个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世界 香港特区政府 一向维护创作自由 尊重波元文化的发展 我们一方面支持香港艺术界 充分发挥它的创意 同时也都当方面鼓励香港市民 参与文化艺术的作用 将艺术引入社区 提升香港整体的文化素质 香港一个国际的文化都会 独特的文化艺术气息 非凡的创意魅力 香港国际文化之都